大家好啊 9月19号星期六 现在是下午15点50分 朋友们啊 使用中文交流的朋友们大家好 刚才给大家读了一段 这个王申友先生啊 年仅31岁 1977年 这个被枪毙啊 他和张志欣 玉罗克都是一类人 都是思想者 思想上面的觉醒者啊 可惜这个邓丽群 共产党那号称左王 特别左极左的 把这个稿子给否了啊 这个写稿的叫金凤啊 真名叫蒋立军啊 金凤无奈 只好把稿子保存起来 几年以后 金凤把自己的长篇报道 和抄录的王申友 日记书信 自白编成了一本书 想在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啊 工人出版社就在六部抗中轴路啊 当时该社正好赶上第二种忠诚的风波 没有出城 就是很多出版社想出很多书都出不了啊 一到上面就给你打压 或者你出了之后发现有什么什么问题 又让你收回等等的 就中国的出版自由是非常的不自由 非常的困难的啊 就很多出版社的编辑啊 包括一些书的作者啊 特别想把一些真实情况写出来 发表出来 然后在市面上卖 然后呢 引起更多的关注 结果不行 这个第二种忠诚 这本书也有风波了啊 所以呢 他还自身难保呢 啊 尼普斯过河 所以他这本书 当时不能出了 后又交给了湖南人民出版社的朱正先生 啊 朱正正确的正 又赶上了叫查太来夫人的情人的风波 可能是湖南人民出版社出了一本书 叫查太来夫人的情人 好像说那本书是一个色情的小说 实际上有人说其实根本就不是 结果朱正下了台啊 湖南人民出版社这位下台了 又没出城 这是金缝这老太太和这位空军英雄啊 志愿军的一个空军飞行员的合影 晚年老两口 转眼到了1996年 我和谢勇啊 姓谢 有勇的勇 写了一篇研究文革中 民间思想的文章 钟佩瑶看了 钟 钟表的钟 佩 精力充沛的佩 钟佩张 一个王子边 刘表 刘章啊 这个章 钟佩章看了 说可惜没有关注王申友 1998年 我请邵燕祥先生 为孙岳生文集作序 邵燕祥应该在人民日报社也当过领导啊 提起王申友的事 提起王申友的事 他说可以找金缝啊 这是这个作者啊 找金缝 并且当下拿出一本杂志 上面有一篇访问金缝的文章 其中提到有关王申友的书出不来 成为金缝的一块心病 于是我到北京龙潭湖畔找到了金缝老师家 他说这个龙潭湖畔啊属于北京市重文区 那么我就做一个联想 很有可能这个金缝住的是他老公赵宝彤的房子 因为龙潭湖呢 和这个广渠门啊 光明桥啊 就这一带啊 这一带 这光明楼这一带 应该是那有一个光明桥的西南角 是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 北空 那么赵宝彤是空军的志愿军的空战英雄 可能后来他落在北空了 所以他们可能住的是空军的房子啊 这个北空南边沿着护城河 有一个小山包 人工雷起来的 那上面过去都有雷达 空军的雷达 现在可能没了 这个找到了他已经保存了十几年的文稿 金缝说起王申友十分感慨 他告诉我书出不来 我好像欠着王申友一笔债 我和金缝商量 以王申友的一座啊 人都死了一座为主 连同金缝的报道和其他人的相关回忆 编成王申友文集 经过三年周旋 多次失败 这所谓周旋 就是要克服共产党的 这个文字审查 这个出版审查制度 多次失败 最后在好友王建国的帮助下 2002年 王申友文集 终于父子 父子就是印刷了 终于这本书出来了 这在中国是非常困难的 啊 这有一个这本书的封面 叫王申友文集 王申友著 这个王申友名字上面 有一个黑框 这个在中国的出版的惯例 就代表这个人已经死了 死后出的书 然后作者是金缝和丁东 就是我念的这篇文章 跟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的作者 叫高文出版社 什么意思呢 高等文教吗 我都没听说过出版社呀 中国的出版社 尤其北京的 我大概大部分我都清楚啊 就是这个画面 就这位先生啊 王申友 31岁 中国民间最有思想的人之一 最早就提出要 放弃闭关锁国 要改革开放 还要尊重价值规律 王申友的弟弟 对我表示感谢 我说 更应该感谢的是金缝老师 没有他的抄写 摘录和保存 王申友的思想遗产 可能至今仍然无法 与读者见面 金缝老师千古 下一篇文章啊 是有联 是关联阅读 叫金缝老师远行了 作者叫钱江 原载是新民晚报啊 开国时代的人民日报 著名女记者 我的老师辈的前辈 金缝走了 今天早晨 我读到他的女儿赵小冬 发来的短信 就是他跟赵宝彤生的女儿哈 我妈妈于美国洛杉矶时间 7月23日凌晨3点25分去世 享年91岁 她是在睡眠之中走得很平静 就是没有任何挣扎的痕迹啊 就应该就心脏咯噔就过去了 跟我父亲一样 我父亲也是睡梦中过去的 说起来金缝老师还是与我 同一个部门的同事 上世纪80年代 她走上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 新闻系的讲台授课 那可能是在旺京 有一个社科院的研究生院 后来我认识的那个院长叫武银 子丑银某的银 武装的武 一个东北的 一个女性的院长 后来当社科院副院长了吧 我作为学生在座中第一次见到他 没想到很快就在同一部门工作 后来他着手写邓颖超传 我开始做周恩来外交研究 曾向他当面请教 在工作中我们接触很多 金缝老师对我有很多帮助 这都是套话啊 包括他的自传叫命运 都在油墨飘香之际送给了我 就是刚印出来啊 他的自传叫命运 在艰苦的战争年代 人民日报没有女记者 抗日战争中 人民日报的前身 是在太行山办报的新华日报的华北版编辑队伍 于42年5月遭受日军包围 蒙受重大人员伤亡 几位女财务人员壮烈牺牲 随即组建的编辑队伍 特别是外勤采访记者中就没有女性了 死了好几个女的 后来就女的就别来了啊 这种情况在解放战争后 解放战争后期 国共内战后期也发生改变 这个48年12月 金凤经过华北局城工部 城市工作部短期训练后 编入范长江指挥的平津战役 前线外勤采访队伍 她和陈红成为人民日报最早的前线女记者 这个红是一个三点水 一个公再加那个字叫什么 陈红啊 我一说大家都知道 金凤在上海参加革命 他原名蒋立军 出生在28年出生在江苏宜兴 一个有着书香传统的富裕农家 那就是个富农吧 叫耕读 耕读之家 一边耕地种地一边读书 也是书香门地啊 46年他考进了这个上海交大 47年他参加进步学生游行 所谓进步学生就是共产党鼓动的 被抓进国民党的警备司令部关押 后来由交大校长叫吴宝峰 口天吴保卫的宝 说的峰 宝市 几个月后他加入了中共地下党 为避免过于暴露 他考进了北平的清华大学外文系 他的党支部书记是谁呢 彭佩云 彭佩云后来全国人大副院长 由党支部书记彭佩云领导 好像彭佩云嫁给了周家华吧 周家华的爹吧 周涛粪吧 好像是这样吧 这是等于是周家华的母亲 好像是彭佩云 48年11月 他化名王金凤进入华北解放区 后来金凤一直是他的新闻工作用名 开国时期 1949年之后的初期 王金凤和陈百生 百数的百 是人民日报两位最活跃 最知名的女记者 采访份范围非常广泛 9月新的政协召开 金凤采访了肃裕 与这个刘伯成不期而遇 根据刘伯成的讲话 写了四战之地 四战之军的通讯 四战之地四战之军啊 不知道说的是谁 这个刘伯成元帅审稿十分认可 亲笔用毛笔写了刘伯成月 朝鲜战争爆发后 金凤曾入朝采访 他采访了著名的空军战斗英雄赵宝彤 赵宝彤好像是安徽人吧 是哪的人啊 反正那些空战英雄里边有山东的啊 还有安徽的 有一个叫林虎的 后来是解放军空军副司令 林虎是山东人闯关东的 娶了俄罗斯媳妇生下来的孩子 就是长得像俄罗斯人 俄华 就是那种所谓叫东北话 叫二毛子 新疆话叫二转子 就是混血儿啊 写下报道 后来俩人结婚了啊 也是因为采访是结缘 1955年金凤参加了解放一江山岛的前线采访 这上面他写错了 写成一江三岛 不是三 是山啊 当时那个战役好像是张爱平指挥的 跟国军在浙江外海的一些岛屿展开争夺 此后他几经磨难啊 等等等等 这老太太晚年还做客强国论坛 强国论坛也是人民网 新人民日报的 他87年开始写邓永超传 采访了600多个人 93年7月邓永超逝世一周年的时候 那93年啊 92年邓永超逝世 这个77万字的邓永超传 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出版后获国家图书奖啊 人民出版社在朝阳门内 朝阳门南小金和这个朝阳门内大街交叉的地方 是我的客户 人民出版社啊 这个金凤老师还跟这个丁东还有关系 说08年的一天 我正在重庆出差 接到金凤老师从北京打来的电话 很郑重的提出 他已向彭佩云副委员长推荐 由我来撰写他的传记啊 这个文章是前江写的 前江是上海人 上海出生的 后来在这个内蒙古巴燕闹尔盟 巴燕闹尔就是巴燕闹了 就是富饶的湖泊啊 现在叫巴燕闹尔市 乌兰布河 乌兰布河农场插队六年 内蒙古师范学院毕业的 现在这个人是06年 在人民日报海外版的副总编 后来还到美国霍普金斯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 做过访问学者 好吧 这个我们再查查赵宝彤啊 赵宝彤 空战英雄 肯定有他的资料啊 出来了 赵宝彤 1928年7月至2003年12月12日 那他活了有75岁啊 西安事变那天死的啊 西安事变的纪念日死的 辽宁省釜顺县 大柳香人 这个解放军空军和志愿军空军的 著名的战斗机飞行员 在抗美援朝当中 击落美军或者叫联合国军吧 不一定是美军 击落七架 击落七架美国飞机 够厉害的 机商两架 是首席王牌飞行员 那他比什么林虎 还多厉害啊 比那个林虎 还有一个叫王海 他比他们可能还厉害 他说是首席王牌飞行员 1955年受贤中校 赵宝彤出身于一个雇农 就家里边没有地 受雇于别人给人种地 小学一年级文化 七岁的时候母亲去世 十二岁他爹也没了 孤儿给村里边放猪为生 42年进入辅顺石油三厂当铜工 14岁 辅顺当时就有石油工业 四五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四五年九月日本刚投降 叫东北人民自治军 四五年说他17岁 当过警卫员 武功队员 武功队就是穿变异的 在第二次国共内战中 参加了四宝临江 本西麻长等战斗 四宝临江好像是 陈云那会就在那边 四八年七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二十岁入党了 后来进入了 四八年进入了 刚被共产党占领的吉林市的 吉林大学 当受训 校长是周宝中 周宝中也是老抗连的 后来可能逃到苏联 躲了几年 后来日本投降 他们又回来 后来随着学校 并入东北军政大学 后来随学校南下 在汉口毕业 为什么在汉口呢 因为林彪的四野 渡江 就是从湖北这一带的长江 渡江 汉口就是被四野占领的 后来四九年底 宝宋到空军第四航校 第一期甲班 空军第四航校 我要没记错 应该在吉林长春 五零年十月他毕业了 五零年抗美援朝的时候 任空军第三师 第七团 第三大队 中队长 副大队长 大队长 后来空三师进驻辽东 辽东应该就是丹东那一带 辽宁丹东那一带 一线机场 在苏联空军代飞下 得让人教你 中国空军没有经验 苏联空军代飞下 改装米格15 这个真正开始战斗前 他累计飞行才65个小时 1978年 对你看他说 1978年调任北京军区空军副参谋长 所以刚才我说 他们家的房子在龙潭湖附近就对了 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 这个北空司令部就在龙潭湖 就在那个光明桥 离广渠门啊 离晋松啊 离潘家园都很近的 说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还提到了赵宝彤 这么说的 说羞恶之心 人皆有之 人不害羞 事情就难办了 说梁先生对于农民问题的见解 比共产党还高明 有谁相信呢 搬门弄斧 他说这梁先生可能是梁树明 梁树明反对过毛泽东的很多主张 后来毛泽东一开始还捧着镜着 后来毛泽东翻脸了 恼羞成怒了 据说那个梁树明发言之后 毛泽东有一次急了 突然间梁树明正在发言呢 据说啊 我没有亲眼看见啊 说毛泽东一把就把那话筒 抢过来了 不让梁树明说话了 然后用湖南方言特别脏的语言大骂梁树明 据听说是如此啊 然后他又说了啊 毛泽东又说了 比如说毛泽东比梅兰芳先生还会作戏 比志愿军还会挖坑道 或者说比空军英雄赵宝彤还会架飞机 这岂不是不识羞耻 到了极点吗 所以梁先生提出的问题 是一个正经的问题 又是一个不正经的问题 很有些滑稽意味 他说他比共产党更能代表农民 难道还不滑稽吗 他就梁树明对共产党进行了激烈的批评 毛泽东接受不了了 但是实际上共产党他自己 他也代表不了农民 共产党只能代表他自己 是吧 就像铁托时期有一个叫吉拉斯的吧 他有一本书叫新阶级 就是共产党掌权之后 他就蜕变了 他掌握权力之后 他变成自己变成了一个特权阶级了 他既不是工人也不是农民 虽然在工人农民里有他的党员 对吧 他也不是军人 他也不是知识分子 他就叫新官僚新掌权者 然后赵宝彤曾驾驶的25号 米格15战斗机 现存放在中国航空博物馆 对外展出 严格来说叫北京航空博物馆 就在昌平小汤山 我去过好几次 然后他的家庭 你看他说他的妻子王金凤 人民日报社的记者 1968年5月16号被监护审查5年 就关押了5年他老婆 后来他这段他不提 这个里边这个百度百科上没提 他们俩离婚又娶了别人的事 没提 73年6月无罪释放后平反 离休后是中央文献版的 就是中央文献出版社的 中央文献出版社就是毛泽东选集 这个编辑委员会 编转委员会 扩充的扩编的 就在西城区西黄城根北街 毛家弯原来林彪的住所 这个是邓永超传的作者 晚年参与组织并被选为 首都女新闻工作者协会常务副主席 他们家有四个孩子 长子长次子 然后都没名字 然后女儿叫赵小冬 曾经在部队医院工作 91年考取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 毕业后在中国国土资源报社主任编辑 还有第三个儿子都没名字 只有女儿有名字 这个国土资源报 就是国土资源部的 原来叫地矿部 最早叫地址部 那是我的客户 在西四羊肉胡同 在那附近 府城门那大街 这儿还有一个叫耀仙的 这小伙子真漂亮 空军的一个战斗英雄 原来叫魏耀仙 河北玉田人 解放军空军中将 27年到18年 这个人活得长 活了89岁 88周岁 好吧 就聊到这儿吧 谢谢大家了 谢谢大家订阅 北京坎爷的频道 谢谢大家的捧场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